在這支影片呢我們再回過頭來 由頭介紹一下 Serenium WebDriver 它的系統架構 以及它的這些功能說明的文件呢 這些資源要到哪裡去獲得 然後我們先介紹一下 WebDriver 它的系統架構 這邊是一個簡單的圖 基本上就是透過我們 Serenium 我們在我們本極端的這個程式庫 根據各種不同語言會有不同的這些程式庫 比如說 Python 的程式庫 Java 的 或是像我們這個 Basic 這個程式語言的這個資料庫呢 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這些程式語言在教用 使用 Serenium 的 API 的時候呢 它會送出一個 JSON 格式的一個字串 給這個瀏覽器的 Driver 也就是 WebDriver 這一段來接收 所以我們的程式到時候它丟出來的會是一串 JSON 的一個字串過來 然後我們這個 Driver 呢 會再把這個接收到的這一些送過欄的命令呢 組成一個類似 API 的呼叫的方法 再透過實際的瀏覽器 它的開放出來的這個除錯的 remote除錯 遠端除錯的這個功能呢 來對它做一個控制 也就是說我們實際的瀏覽器呢 到時候會受到我們這個瀏覽器的這個 WebDriver 的這個 額外增加的這個執行檔呢 來做控制 那它會透過這個 HTTP 的這個通訊協定呢 來控制我們實際的這個瀏覽器 那也就是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透我們的程式呢 寫好以後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 WebDriver 來控制我們的這個實際的瀏覽器 這樣來達到我們做網頁自動化測試的一個功能 提供給 Basic 語言使用的 Selenium WebDriver 的文件呢 實際上真的是很難找到 就是我們用 Google 查了一下 會發現這線上的資源 實際上是非常缺乏的 網路上大部分呢 要嘛就是 Java 要不然就是 Python 的資料 那我們 Basic 的這個 WebDriver 的文件 到底要怎麼來獲得呢 其實 我目前找到最簡單的一個 比較功能完整的說明呢 其實是我們安裝完以後 跟我們的 Selenium.dol 在一起的 會有一個 Selenium.chm 的這個說明文件 我們安裝 我們如果用預設的安裝 我們在第一次講到 Selenium 的這個 安裝的時候呢 它會幫我們把我們的環境 安裝在 C冒號的 Program Files 下面的 Selenium Basic 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在這個資料夾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 Selenium.chm 那這個.chm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的 比較完整的一個功能的說明 那為了方便我們能夠隨時來存取到這個說明文件 比較簡單的做法是在我們的 Auto GUI 裡面 在這個 Tools 裡面呢 你可以用這個 Configure Tools 去增加一個新的 Selenium Help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選項 那有建立了這樣的一個選項以後呢 以後有需要把這個 Help 檔叫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Tools 裡面 直接點這個 Selenium Help 然後呢就可以看到這個 Selenium 它的 它的完整的所有 API 的這些說明 那接著我們下面就 來挑幾個比較常用的 Selenium 的這個 Class 來做一個說明 那最後再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範例 讓大家更可以了解一下說 它這個文件到底要怎麼看 然後要怎麼樣去組織出我們需要的 Selenium 的功能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 Help 裡面 有列出了非常多的 Class 那這每一個 Class 基本上它其實都是放在 Selenium.dl 這個檔案裡面的 然後這個每一個 Class 呢 我們的 Autofa Key 要使用的時候呢 都需要用 Come Objet Creator 的方法來取得這個 Class 那另外就是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它這個文件主要的這個範例 都是使用 VB 來撰寫的 所以我們還需要再把它給轉換成是 Autofa Key 的語法 這樣子才可以 好 我們第二個要介紹的是這個 By 這個 Class 在 WebDriver 裡面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網頁裡面要去找到一個 網頁裡面的元素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 Find Element By Class By CSS By ID By Link Text 等等 有八種的方法 可以讓我們來找到頁面的元素 那這個 By 就是讓我們來指定說 我某一個 Find Element 要使用哪一種方法 也就是說如果我已經很明確的知道 我要用哪一個方法來取得的話 那當然就直接調用 By 什麼什麼什麼的這個 Master 就可以 但是有時候可能我們要寫一個函數的呼叫 我們需要再透過一個額外的設定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用這個 Find Element 我們可以點進來看這個 Find Element 它其實就是要傳一個 By 這樣子的一個物件進去 那這個 By 其實就是一個 By 的 Class 也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 By 什麼的 Class 透過這個 Class 它會組成一個物件 透過它的一個方法的呼叫 再去變換它到底要用哪一種方法 我們看到這個 Master 除了我們先前講過的 Class 、 CSS 、 ID 、 Link Text 、 Name 、 Partial Link Text 、 Tag 、 ExPass 這幾個以外它還有一個 Any 你就是任何任意一種 這個不管是哪一種 這八個方法裡面的任何一種 任兩種任三種 你都可以用正列的方法 像這個方法 用 By 點 Any 然後就當參數把它傳進去 就可以去找到你的頁面上面的一個元素了 這個是因為有一些我們要做一些函數的呼叫的時候 它是需要傳遞 By 這個類別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來使用這個 By 這個類別 我們的 Autofarkey 裡面要怎麼使用這個 By 的類別呢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一樣是透過這個 CamoBJ Create 只是我們要用的這個 傳進去這個物件的這個 Hierarchy 它的樹狀結構你就要用 Serenium.by 也就是這個 Serenium.by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調用這個 By 這個 Class 然後我們其實這樣子我們就 這是這兩個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還有一個 Find Element 以後 我們會取得的其實是這個 Web Element 所以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Web Element 它到底有哪一些的功能可以來使用 比如說它現在這邊有這麼多個 我們每一次叫到一個 Element 以後 它的內容如果要清掉的話 如果它是輸入的欄位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Clear 把它清掉 然後 Click 就可以等於是點擊 然後點擊兩次就 Click Double Click Context 就是右鍵功能表 就是按下右鍵 Click Context 就是會按右鍵 一般是出現右鍵的功能表 然後還有我們也用過的這個 Excue Script 也是放在這個 Web Element 這個 Class 裡面 然後 Find Element 它一樣都有一組 跟剛剛我們那個 Chrome Driver 那個 Class 一樣 都有同樣一組的 Find Element 這個 Master 可以讓我們來呼叫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可以來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一些 哪一些 Master 可以使用 我們等一下還會用到一個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Take Screenshot 幫我們把螢幕直接做擷取的螢幕 然後存成 到時候再存成我們要用的圖檔 這是 Web Element 它的集合當然就是這個 Web Element 它基本上是會形成是一個類似 List 的一個結構 然後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Count 就能夠知道這個 Web Element 裡面到底有幾個 Item 透過這個 Count 然後我們大概就今天就先講這幾個最簡單最常用的 這個 Class 我們先來看一下範例 我們這幾個以致的這個 Class 怎麼樣去組成一個我們需要的一個功能 我們進入 Autogui 直接來看這個程式是怎麼撰寫的 首先我們就是用 comobjet creator 然後把這個 selenium.chromedriver的這個字串 傳進去 以取得 Chrome driver的物件 並且把這個物件儲存在 driver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後面再把我們需要的這些參數這個環境給設定好 這個到這邊都跟以前一樣 然後接著就是去開啟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 Yahoo 的奇摩股市 然後我們去在這個奇摩股市的頁面裡面 去找到一個頁面的元素 用 ID 的方法 這個 ID 是 Stuck 底線 ID 找到這個元素以後我們就送出 2330這個字串 2330就是台積電這個股票 然後取得這個元素以後 我們把它儲存到 EL1這個變數裡面來 然後讓畫面停下來 就是觀察一下畫面的變化到底有沒有抓對 這個正式的環境當然你就可以把這個 如果測試都沒問題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分號 把它變速解不要執行 後面就是來示範怎麼用這個 BY 這個物件的 首先我們一樣用 com obj creator 然後傳進去的字串是 selenium.by 這樣子就可以取得這個 BY 這個物件 所以我們就取到了這個 BY 這個物件 取到這個 BY 這個物件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 BY 什麼方法 BY 點 ID 是一個 measure 傳進去你要查的那個字串 我們要查的這個 ID 是 Stuck 底線 ID 前面這個就是使用 find element 通常我們用 BY 當參數的話 前面這個應該就會使用 find element 要不然你就直接 BY 什麼 BY ID BY NAME BY TAG 什麼的 很清楚的話 你這個參數當然就不會加 BY 我們要用 BY 的話 我們應該是下次會講到就是 我怎麼傳一個函數進去 然後我那個函數可能是要動態的 我可能有時候也許有可能要用 ID 查 有時候可能要用 NAME 查 有時候可能要用 CLASS 查等等 像這種情況我們前面就會用 find element 然後就會用 BY 當參數傳進去 找到這個一樣 其實這個結果兩個寫法 會找到同一個頁面的元素 就是我們這個股票號碼這個欄位 我們先做一個 Clear 為什麼要先做這個 Clear 因為我們先前已經送出了 2330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 Clear 的話 它會變成 2330 2382 我們先把這個 Clear 先刪掉 看一下它執行的樣子 然後畫面再停下來 讓我們觀察一下畫面的變化的樣子 然後最後再用 submit 這個是 Element 裡面 這個 Element 裡面有一個 Message 叫 submit 就是送出我這個網頁 我們就把這個網頁給 submit 出去 然後接著它就會開始抓新的網頁了 然後接著再用這個 Driver Take Screenshot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我們這個 Chrome Driver 裡面 它其實有一個抓螢幕的 把它拉過來一點 它有一個抓螢幕用的這個 Messer Take Screenshot 我們就可以進來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參數 從這個語法這邊就可以來看它 它就是需要穿一個 Delay Delay 的形別是什麼呢 Delay 是一個整數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它應該就是一個 在這邊也有解釋 它是一個延遲的毫秒的數 然後會穿回一個 Return Value Return Value 的值 它是一個 Image 這樣子的一個 Class 這個 Image 剛剛沒有講到 我們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Image 就是處理圖形的這個 Class 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 Construct就有這一些 然後後面有這一些的 Messer 可以用 我們要存檔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 Save As 來存檔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To Excel 表示如果你有操作 Excel 的話 它是可以把這個 Image 直接寫到 Excel 裡面的 這個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應該怎麼做 在這邊就是 我們透過這個 Text Screenshot 它會傳回一個 Image 然後我們就把它存到這個 Image 附我這個變數裡面來 再用 Save As 把它給儲存出去 這個 Save As 它有一個第二個參數 就是我這個取完以後 我原來的這個 Image 的那個記憶體 要不要把它清除掉 那我們就選 True 就是存完檔就把它清掉了 這樣你節省空間 然後最後面再用這個 Run 把這個儲存出去的這個 To 檔給打開 看一下儲存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執行的樣子 執行這些程式 我們就來跑一遍 我們就按這個 Executor 讓它來執行 首先它會開啟 Chrome 瀏覽器 並且瀏覽到奇摩股市這個網頁 再送出 2330 這個字串 然後程式就停下來 然後我們讓它繼續執行 它又送出了 2382 因為我們之前把 Clear 拿掉了 結果它這個欄位 原來的內容都保留在上面 但是又送出了 2382 就變成這樣的結果 這樣子因為沒有這支股票的 ID 當然會查不到資料 它又還停留在這個原來的畫面上面 然後我們把它給結束 最後就會幫我們把剛剛的圖檔 做一個截圖 然後存成一個 我們 screen-fool.png 這個圖檔 這個是目前這個樣子 我們在這個原來的地方 加上 Clear 就是要把 2332給清掉 然後變成 2382 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好,瀏覽器開起來了 然後網頁也出現了 送出了 2330 停下來了 按確定 好,正確產生了 2382 所以我把 2380給清掉了 而且第二次是用這個 Find Element 然後用 By 當參數的方法 去找到這個欄位的 好,確定 你看它已經跳到 2382 廣達的這個頁面了 然後我們接著就把這個整個網頁給存成一個圖檔 然後再把這個圖檔打開 這個就是我們儲存出來的檔案了 好,今天就是主要最大的重點 其實應該是這個 Selenium.chm 這個檔案 這個裡面有我們所有目前 Selenium.basic 它所有始作的相關的 class 通通都在這個說明文檔裡面 這個文檔才有比較完整的所有 API 的說明 假如說我們在需要對這個 Selenium WebDriver 有更多的了解的話 那就要想讀一下這一份文件 可惜這一份文件其實它翻例也很少 所以還是有不少的地方是需要自己再去摸索的 往後的影片裡面我們就看我們能夠介紹到多少 今天大概就介紹到這邊了,謝謝各位 比賽者,從來都可以播出 �믹者 底先生,從來都可以播出 兩張阿姨,從來都可以播出 我手機可以播出 如果 Sandy給發生的文件 也可以播出 我先進去這個文件 告訴大家 一定要配合 如果有一個筆刀 必須從來的 最後,我目前中心可以播出 不知所謂 desses 我來的字幕 剛才可以播出 因為我們只能說 離開近一點 是我們要去那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